所以這個都是很有趣的一年 所以貴校可能像組長就比我還晚到 男人國中 因為我忘記那個校長叫誰 在找很早的時候 九二一之前 就是有一次剛好那個誰 他們找我 就跟校長坐下來聊 聊了之後就碰到了 不是那一天 就是之後就很早就碰到了 好運氣 好運氣 真的有點晚了 各位請 真的 其實現在 給九百了 老師把錢拿回去 老師你怎麼在這裡幾幾年 他差不多幾年 這樣 看得出來 各位校的老師 都相當有一個混糧 所以是你們之上 所以 我想在教學段 各位老師都有讀到之處 那我還是 首先我先跟各位老師說明一點 就是說 你這個合作學習 不管報紙怎麼樣的想法 我會建議 老師您在你的教學段 已經有成功經驗的去快號 你就不要輕易去做很大的變革 因為這故事才會 當你要做很大的變革 你需要有勇氣 再來你需要有時間 年紀越來越大 就時間又越來越少 所以你到退休 像我現在退休了 就時間多很多 所以這個是有趣的 所以也變成說 我鼓勵老師您再教學段 那你首先不要放掉你的運氣 因為老師也知道 教學如果進度不夠 什麼方法最快 什麼能做 對不對 這個是你的基礎工 所以你這個基礎工 如果丟掉了 那就麻煩了 再來 尤其各位老師 如果在南投國中你教很久 那你在這邊也有相關的 你自己的應該說 地位或是分量 那你如果輕易改變 你真的會壓力很大 這個也是我不能夠告訴你的事情 因為我張泰國中一個年段 現在是二十三個班 所以我在那邊 十年的數學就是用合作學習 那你負責我才告訴你 我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第一個 讀學會來找你聊天 家長也會希望多了解 上來校長就感冒你笑 教主人有空會問你說 你下一屆還要用合作學習嗎 這個很有趣 這都是我經歷過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先把這些 告訴各位老師 但是我告訴你這些 並不是說叫你說 不要用合作學習 你懂我意思的 並不是叫你不要用合作學習 因為合作學習裡面 有很多的奧妙之處 也有很多的實質的一個成效 各位老師 如果你的班 如果你的班中下的多 我再強調 如果你的班中下的多 這個我也要教什麼 我們現在很早找完一個畫 S型編翻 但是 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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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會中毒 電腦會中毒 我想你笑了你就知道 沒事了 電腦中毒 很有趣 我剛好都不喜歡挑孩子 我就是讓學生來挑我就好了 所以我的學生群裡面 最後這一屆 最精彩 我退休最後一次 哇 很精彩 各位老師 你大概這輩子 從來沒有教 當然 如果在以前的古代 文化白班的例外 如果在常態邊班 如果在常態邊班之下 各位老師 你可能都沒有這種經驗 整個班都沒有國小地名 各位老師 你們在南口可能也不容易遇到 但是對不起 也沒有第二名的 也沒有國小第二名 也是第一名第二名 都被中共那個斬首激發展光 各位老師 這樣很刺激 你們會長到第二名 哦 老師那恭喜 那你一定可以用合作學習 全跳過去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在常態邊班之下 我的班級 最後一屆是沒有國小前三 但是很開心 我們那一屆 我們的老師 一起努力之下 我們到最後交出四個地資源 所以這也是 我們用合作學習策略的一個優勢 那所以我鼓勵老師就是說 你要先判斷你的班級 你的班級 我們說實在 哪都屬於 像老師說的 如果是六年之後的 那老師不要思考合作學習講 為什麼 因為它判斷 不太好判 因為我判過記憶班 而且記憶班 我還判過氣球班 那還有 古早的A-B班 A段跟B段 B段還有 每年都要悄悄 還抬一遍 國醫生 如果要抬一遍 又記憶班 國醫生 又抬一遍 那種班 你就知道 那個班 所以也就是說 那種孩子 我也帶了好幾件 但是那種孩子 很有感情 而且讓我非常非常 想念他們 因為我退休了 第一個跑來我家放眼 我給我看的 就是那一群孩子 那一群孩子 特別跑來 人家說有 特別跑來 老師你退休了 你當時有人當嗎 他說 你幾歲回來 老師 那一天 快五十個人到我家 那一天 入我家 人家說的 一樣 入我家真的快五十個人 而且兩天 他們弟弟也會做 兩天 他很開心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機緣 所以我可以告訴各位老師 你策略用對了 你方法用對了 孩子會感謝 而且孩子會永遠記住 所以對我來講 我對這條教學的路 我是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你退休了 孩子走去領導 幫我去鬧兒童 而且幫我去鬧兒童 也要去鬧兒童 幫我去鬧兒童 可以洗電話 都沒有睡 但是也差了出名 不好意思 因為我出名 米洛科 我去鬧兒童 雲品 還有鬧兒童 還有孔雀 還要去鬧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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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 高空這樣 蹦一聲 我剛才在 他們看的就有了 我的家在 這個 漆里 在漆里 在漆里 在零線的地方 他看的就有了 我算去一邊這裡 我看不到 但是從天跑 大鐵裡就知道 他一直跑到頭裡 所以 他們才會跑到大聲 不會小聲 所以鬧兒童 但是 因為這樣的一個機緣 回過頭來 我覺得 我教學的路走下來 是蠻有趣的 而且充滿了挑戰 各位老師 都學來跟你關心 來瞭解你的教材教法 瞭解完之後 都學居然 私底下 在樓梯跟我們講 可以教我們 幫你一下好不好 你來報創立教學比賽 那個年輕的 你來看哪些 你可能要給你這個比賽 我說 為什麼 你這個教材教法 把我一定得獎 我說 哦 同學你如果肯定 當然啊 我說為什麼 因為你的評審 你說你的評審 一定我要得獎 哦 那我得獎之後呢 報全程啊 全程 又不信又得獎 那很好啊 我們彰化之光啊 我說好 那同學你說得很好 那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因為我這個教材教法 在詐欺 我因為我這個教材教 家常要打電話給你 你還要不要來看我 那老師 如果有人打電話 我還是要來看你 再跟你聊一聊啊 所以老師 現在的事實面 我們台灣的環境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怎麼樣 哪有人挑剔 哪有人檢舉 哪有人有情緩 不乾淨 不好意思 你就有空還要靠下老師去做 不過還好啦 很開心的是 剛好我在退休的時候 因為我教了相關的孩子 老師 你看一下 這個 就是你教學的春天 各位老師 您看一下 這個是 你可以到這裡面 這首頁就寫了一大堆 這個 你要按一下論文啊 還是要做一些PPT 會不會有這麼漂亮 你一兩天 沒關係 這都太棒了 你看一下 教學資源這裡 你把它點開 這邊是不是有101 102 103 我的錄影帶是102 也就是說 各位老師 你點開來 各位老師 你有沒有發現 本人很榮幸 這排在第一位 我想這跟年次有關係 也跟年紀有關係 所以我年次跟年紀都算很年長 所以他把我排到前面 你要點開 點開 這裡就有了 那老師你就 你就移到中間來把它點開 這個影片是在... 102 應該是今年105年 在103年的5月 103年的5月 拍的 103年的5月份 拍的時候 是 我已經退休換一年 我已經退休換一年 剛好教育部他們一直希望 我們這些所得 專家志銘跟亮明老師 如果可以協助 拍出相關影片 他們是很容易見到的 萬鈺姐說 跟相關的網民人 我教授他們 他是錄得數學 我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退休名調 他說 也很想給你名調 可是 現在回歸過來 大家都要看你的探究教學 他希望是 我排探究 我說 你為什麼想看探究 他說 他不懂那個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 是我自己私底下的研究 也就是在展開國中 也就是你隱藏的東西 那 現在也是張望斯大科教授 如果各位老師 你有機會來科教授讀書 大概你跟的方向就是在探究的方向 所以探究是比合作學習在高前難度更高 那為什麼 因為包括我們所做的教學端 探究端的教材都要這邊 所以這一段會提高很多 那為什麼需要這樣做 那剛才我跟老師 欸老師怎麼聰明 老師怎麼聰明 老師怎麼聰明 周老師 周老師 謝謝周老師 因為周老師剛才提到他的學生 端子老師 真的都在留意一下 那老師 那真的有苦力 要合作學習 因為合作學習 主要五個對象就是中向的孩子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告訴你 因為我帶的最後一件就是末代機車 我帶的最後一件是末代機車 那我現在做教學示範這個班 是末代機車的那個會考的第一件 那因為他剛好是我帶滿國三班 他當初一、二年級是我帶的班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班級 我要做所謂的探究教學 一定需要會做合作學習的班 所以如果他不會做合作學習 我做探究其實依義性不高 那因為我在帶的時候 然後在末代國中最後那一件 所帶的學生 他基本上也是屬於 應該說中間、中上而已 這個孩子還有中下 這些孩子會主 那又在我最後這一件裡面 我又收了一個全盲的孩子 在我班級裡面 全盲的孩子在我班級裡面 各位老師可能不曉得今天 這也是很難得 如果我多尬出一些人 我才對第一次碰到的全盲的孩子 進到張泰國中 那來到張泰國中 我心裡的感覺 第一件就是說 這樣的孩子對我來講 是一個考驗跟所謂的經驗 欸為什麼 因為我要合作學習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在想 如果這個孩子來 如果我再尬他一條塑 那我的合作學習策略是OK的 所以各位老師 這個孩子的數學課 在我班上是不成功的 也就是說 國一到國三 在數學課是在我班上的 喔 那老師 你是我班上的家長 你會想什麼 第一個 家長就問你 老師說 請教你 這個孩子在班上 你會想什麼 要怎麼 他又問 你不可以給我十五分 喔 你來了 我給你補充 可能要三三分 他自己心裡就有一個感覺 而且自己在這樣 弄一弄一弄一弄 這樣 他自己在問這句話 你回答這句話 那我相對我就知道他已經 也要想幫我讓電腦中間 你懂得知道嗎 其實這個家長早在 早在三年前 就已經跟我講 他的孩子要讓我教 因為他的老大 我教過了 那接著 但是問題是 他的孩子要進來前 他已經跟我預約 我說 喔 那你們要給誰叫我回歸 但是我不可能讓電腦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 他有本的預算是要來我們班上 但是因為我收了這個盲生之後 這個家長也很機靈的 評估下來好像 你還要花二三十分鐘交往盲生 那他的孩子怎麼辦 很有趣 但是各位老師你也很好奇 我們班上 我帶的最後那一件 都沒有國小錢在裡面 可是我有四個旁邊的資源 那代表還是有成效 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在我課室裡面實際發生的 那所以我希望也提醒老師 因為合作學習策略 對中低孩子的教學非常有幫助 所以老師你如果判斷下來 你目標是鎖定在中低的孩子要教 那我告訴各位老師 你就不用思考了 合作學習就對了 你想想看合作學習為什麼會對中低的孩子有幫助 第一個 如果你一組分成四個同學 就一號編到四號 一最強四最弱 一號最強四號最弱 那老師你很清楚嗎 你如果傳統獎數 你鎖定的大概就屬於那個一不準 對不對 那你在三號跟四號這個區塊 可能就輸掉很多 可是你用合作學習策略的時候 老師 你有發現 合作學習策略 尤其這幾年我帶了很多學校帶出來了 也包括待會你會看到的阿聯國中和耿去和老師 他們相關的在所的孟一 就是翻證教學那一段 孟一孟二的這個區塊都還滿有建樹的 那這些老師 當初 像阿聯國中和老師 我記得是在我要拍這個片 103的時候 剛好四月份 我午夜要拍四月份 他們學校邀請我去 我一下子 這個老師就跟我直接講 他說你沒有用 我說為什麼你知道沒有用 他說他論端就寫這個 而且他出人教開始就一直在琢磨這個區塊 我說好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怎麼做 他告訴我怎麼做之後 我點了幾個點 另外就剛好我寫了一篇文章 我剛投到台北交道這邊 然後有好幾頁 我就說好 那你們我剛好寫了這篇文章 你們順便幫我教考 然後幫我教考 我就帶著他們補裡面的內容 我怎麼做 沒有想到我這篇內容文章 對他的啟發莫大 而且幫助非常非常快速 因為他之前有試過 所以他知道哪邊是有問題的 剛好我這篇的內容文章 可以補足他當初所噴到的問題 可以再克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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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當然 好